大概說一下好了 就是我們是直凱瑞妮 就是早上說那個 就是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來整合就是直凱瑞妮 然後呢 我們早上討論的時候 就有遇到幾個盲點 然後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對象受眾 沒有很明確 然後第二個就是 也因為受眾 沒有很明確的關係 所以難度很難抓 就是不太確定 我們要 就是如果是國中生 國小生 他們可以接受到 怎麼樣的難度 然後高中生 大學生 他們是不是會需要 一個更深一點的資訊 這是我們遇到的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我們提供 這些資訊之後 就是下一步 他們能夠怎麼去實踐它 對 然後我們就 早上的時候 就重新衡量一下 我們的初衷目的 還有我們的可達成性 那我們後來呢 就是決定說 我們要把這個 就是面向到全部人 但是我們的方式 就變得比較不一樣 就譬如說 我們可能會使用各大 就是他們熟悉的 一些網際網絡的 一些社群媒體 就譬如說 假設是要給 國中國小的學生看的話 我們可能會就是 用抖音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用這樣子 比較短影片的方式 然後慢慢地把他們導到 可能像IG 然後IG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發一個 比較簡單的那種文啊 然後一些簡單的整理給他們 然後如果真的又更加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又點進我們的網站 就是一步一步漸進式的 然後讓他們可以到 我們最後統整資源的一個地方 然後慢慢地提供給他們資訊這樣子 就是比較漸進式地去推廣 然後擴散我們的這個 網站想要達到的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也多增加了一些像 實用技能啊等等的一些資源 就是讓大家點進去之後不會說覺得 好像就只有了解這直接在幹嘛 但不知道下一步我應該要做什麼才可以 就是達到這個未來之後想要達成的樣子 然後就我們也打算要再多增加一些 就是比較專業一點的訪談 就是由我們自己去產出內容 但這會是我們之後要實行的部分 然後我們下午討論的時候 就是我們分成兩組去做討論 然後第一組呢 是用那個職業類別分類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就是早上有講說 我們有那個職業類別分類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 就是興趣小測驗 我們要重新設計它這個表單的那個概念 然後好我先說那個職業類別分類的那部分 就是那裡呢 我們就大概重新的給它規劃一下 然後它現在的方式會比較介於我們原先 原先說小測驗導出來的那個比較混亂的狀態 跟後來政府資源給的那個比較精細的狀態的中間過渡 然後我們在過程中也使用了一些比較新一點的工具 就譬如說我們打算要把那些職業資源的那個鏈接 也是可能從Google文件然後改成Notion之類的 然後還有就是整理了一些現有的資源 然後把它匯整起來 所以大概是我們職業類別分類問題 就是解決的一個方式 然後接下來那個興趣小測驗是 好那我直接講好了就是因為我們一開始的興趣小測驗是比較直觀的那種 就是他們一看選項就是他們會知道說他們可能最後測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然後可能就是比較 最後改成是我們是從結果推回去選項 也就是說可能我們從每個職業裡面選幾個名人出來 然後我們去查他的經歷之類的 然後會變成是比較一個像情境式一點的問題 比如說可能我們查到某一個運動員 他可能在13歲的時候就開始在跑步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情境式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可能就是說 你國小的時候 客人時間你可能會做什麼事情之類的 然後最後最後就是測出來的結果可能會是那個名人 就是可能我們會盡量挑選一些他們比較認識的名人 讓他們就是比較願意去做這個測驗 然後進而去把它分享出去給他們同學 就是大家也知道之前那個IG可能會做一些什麼 你測試你是很像哪一個名人測驗 然後小朋友就會比較喜歡把它轉發出去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被推廣出去這樣 然後我們未來就是會把這個興趣測驗跟職壓支援的分類工作完成 然後之後會開始討論推廣的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剛剛在數位行銷的方面就是遇到了一些困難 就是如果對這個方面有專業或是有想法的人 可以到我們的slag頻道裡面 然後那個在我們的提案的共筆裡面有那個slag頻道的連結 對 然後最後謝謝那個上午下午提供我們很多意見的 然後還有包容就是不會再討論我們的哥哥姐姐們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謝謝 真正的